好 余天的女婿叫陳健 說她不只當 昨天傳出來是詐團的車手頭 車手很多 小鬼當車手去收獎 去辯捷 去等等 還設滅證 當然就是說 我覺得余天也很衰 有這樣的女婿她願意嗎 我覺得她也不願意 而且女兒也已經過世了你知道 這個二女已經過世了 只是說反正就是 你牽扯到名人 就會被拿出來討論 本來人家不知道她是 跟余天有什麼關係 她還把明天亮出來 她說我會國會助理 我不可能違法 她是余天的國會助理 所以就名片拿出來 人家警察才去查 到底是誰 誰的助理 余天也很生氣 就是說要關多久都關多久 關起來只是她關心她的外孫 說外孫兩天都不見了 跑哪裡去了 余天就說沒有她的名字 我根本不承認她 不認她 女兒怎麼會嫁這樣的老公 那也沒辦法 就嫁了怎麼辦 也都選擇 另外當然大家在揣測說 余天原來要選新北市黨部的主委 後來突然不選了 兩個禮拜以後女婿被逮 是不是余天事先就有消息知道 外面這樣揣測 反正這種事情總是有人有不同的講法 那許小新出來說黃捷控訴荒謬 你看余天的女婿色詐你就很低調 然後我什麼夫家你就罵成那樣 這是雙標 另外而且她也相信余天事先不知情 不會政治打擊 所以你看我們藍綠格局高下立判 網友也呼叫黃捷 說你看這時候 趕快吃民進黨 徐小新套餐 你當然怎麼對徐小新的 要不要對余天等等 那黃捷說立委的信用已經破產了 無恥雙標 說徐小新居然拿余天的女婿來洗白自己 黃捷又出來罵了 好吧那到底怎麼回事我們看一下 我現在不會看起來太囂張吧 徐小新光臨還可以吧 徐小新笑得有多開心 就知道他準備好要反擊 因為這回換前律委余天的女婿懲戒 涉嫌當詐騙集團車手頭子 手牙獲准 當初檢驗徐小新的黃捷 是這反應 不合比例的攻擊有多麼的荒謬 徐小新加倍奉還這幾週來 綠營對她大姑射炸的攻擊 但林渝倫妻子在開私 嗆徐小新 用立委身分公佈英黨搶話語權 攻擊她的先生 來替自己的大姑和婆婆 還有整個劉家擦脂磨粉 不管今天這個英黨是從哪裡來的 我只是證明說我並沒有說謊 在重申英黨絕非來自婆婆 呼籲成年人犯罪得替自己負責 就算是余天女婿也是一樣 詐騙集團讓人深無痛絕 沒人希望自己親人也是成員 我們早上也受訪 我講說第一時間我也說了 我相信余天委員她本身不知情 她的女婿有做這樣的事情 另外這件事情突顯什麼 突顯至於現在的詐騙 多昌絕 多氾濫 多囂張 這樣的一個詐騙集團的車手 被逮到的時候 他是隨身看那個報導講說 他是隨身攜帶 立委助理的名片 他還刻意的要誤導警方辦案 第一時間警方把他逮的時候 他還刻意的拿出助理名片 講說我是國會助理 我不會犯法 而且他故意講 跟警方講假消息 就很稀奇嗎 拿到了 這一點都不稀奇 拿到了他那錢之後 他要再去做這個轉投資 所以某種程度上 這等於是詐騙集團非常的囂張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我覺得法令真的應該要 為什麼我們這一個新的會期裡面 有非常多的委員都提出相關 不管是刑法286條 或是相關的法令 都是要加重刑期詐騙的刑期 或是詐騙的一個罰環 就是希望用嚴刑禁法來去嚇阻 我們也要求說不管金款會 不管是出發部 不管是警政署 都應該要針對新型態的詐騙犯罪 再來去做最根本的一個破獲 最後我必須要說一分鐘 其實看到其他台 現在鋪天蓋地 政論節目 最近這兩個禮拜 把徐曉星委員的這樣子 從他的紳士 然後他的國家 他的穿著 打扮等等 這樣鋪天蓋地拿出來 現在我們不會見列欣喜 我們不會開心說 余天委員他的親人 涉入這樣的犯罪 但是我們真的希望用一樣的標準 去檢視每一個人 我想這才是應該 對於政論節目平台上面 公平客觀的檢驗每一個公眾人物 我覺得從喬星扯到余天 本身就是非常柔 根本就是不需要的 我也在第一時間點 我肯定余天的處理 乾脆綠柔 而且這不合他的個性 他的女婿這種幹法 余天一定非常非常 從心裡頭相當的唾棄 何況女兒已經過世了 女兒過世 讓她要處理的時候 更加沒有掛礙 但是我覺得余天 就是一個藝人 一個非常熱衷名利的藝人 我沒有證據 但是我的感覺是 余天從政到現在 他是虧的 他虧本的 他一點錢都沒有賺 余天幸虧家裡 還有一個很聰明的人 你想要是誰 他老婆 李亞平 很多事情都是李亞平說不的 等一下 所以那一天余平 那個余天說要他選新北市的黨部主委 要跟樹巧會硬幹 同一天 我就說余天一定輸 一定輸 第二天余天退了 哪有一天就退了呢 回去被老婆罵了嘛 余天這一家如果沒有李亞平 今天不曉得要糟糕到什麼程度 李亞平真的是余家的中流砥柱 我想詐騙這件事情 是跨黨派大家都就是說 嚴厲譴責 而且我們可能就是說 要去補這個漏洞的事情 剛剛已經講到 前立委余天 他女兒已經過世 他對這個女婿的反應是震怒 而且我看到他還講說 最好判久一點 可惡 詐騙集團真的很可惡 這句話是不應該講的 什麼判久一點 該判多少 該多少 什麼判久一點 不知道他跟女婿的關係怎麼樣 很生氣 因為這個也是影響到 他個人的名聲 我自己是看徐曉星的事件 他自己都說這是不成比例 為什麼不成比例 可能就是跟徐曉星以前 攻擊別人的時候 很多人會覺得 至少在綠衣這邊我聽到 就覺得他好像也都是 連連看的方式 有些人就是覺得說 你以前對人家連連看 別人現在也連連看到你這裡 然後最近又因為有 像連續劇一樣又出來 就是有人說他哪裡說得不實在 或者說謊等等 我覺得比較是有一點點是 他過去對別人攻擊的時候 很多人就是有苦難言 這一次徐曉星就剛好 遇到這樣的事情 我想就是說嚴格來講的話 家人的事情 其實如果不知情的話 那真的是無關 那只是說如果知情的時候 那如何能夠恰當的去處理 那該就是說報案的報案 然後該勸的我想這部分 真的是就是大家可以去感受到 這個余天的痛心 冷靜 對 而且特別是因為 這個余天他在前女婿 事發之後的 他的第一個擔心的是 兩個外孫女的下落 我覺得這個是很反映出 他作為一個阿公的心情 當然兩個外孫女找到了 然後我就是覺得 黃潔的回應有點奇怪 黃潔的回應說 余天是說關多久 就是判關越久越好 徐曉星只說他個人的切割 這是什麼 就是說我實在是聽不懂 黃潔的邏輯 而且我也不知道就是說 為什麼要在這樣子的 這個事情上面 就是你自己的家人 不管是你的老公 你的太太 或者是說你的兒子女兒 他們如果有出一些 什麼狀況的話 你可能都不見得知道了 更何況是 他的 他女兒已經過世了 他的女婿 還有徐曉星 是他老公的姐姐的老公 好 他們這樣子這樣來涉案 他怎麼可能會知道 我覺得這些立委 要不要回歸一下你的職權 你的本業 不要在這些無聊的議題上面 一直不斷的升波 只是為了賺流量 我覺得那個太低了 那個層次太低了 我相信余天會 是不知道他這個女婿 做些什麼 不會知道的 牽扯他是沒什麼道理的 任何政治人物 你真的不要說什麼 七大姑 八大姨 你自己的配偶 你的子女 你的父母 都不見得會知道 而且你知道 你也不見得管得到 誰理你 你今天跟你兒子講 跟你女兒講 他理你 他都不會理你的 他幹他的 他理你嗎 同樣的兄弟姐妹 誰做什麼 你會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就把自己管好 把自己搞好 不要去牽扯其他的事情 乾脆 nonprofit 還自己 流yr 神社交 我們 為什麽 示範